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守护众人的话 只做小事是不够的 所以 我才一直想要成为真正的西风骑士 拥有帮助更多人的力量 啊 连荣誉骑士也是吗 我还以为 荣誉骑士平时面对的 都是风魔龙这样的强敌 嗯 确实是这样 啊 这么说起来 平时在蒙德城里看见荣誉骑士 也总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 原来 都是在帮大家的忙吗 好 好的 那就先回蒙德城 正式开始今日的修行 前辈 你看待问题的角度 真的很值得我学习 就像你说的一样 从今往后 我要把所有帮助他人的小事都当成对自己的修行 这样想的话 感觉比平时更有斗志了 哇 好耀眼 感觉诺埃尔整个人 都散发起了快点给我委托的光芒 有人吗 有人吗 是谁的声音 我这就来 诺埃尔小姐 呃 他跑得好快 我们也快点跟上去吧 不要着急 来 试着先深吸一口气 哦 哇 总算是得救了 我是诺埃尔 请放心 先生 已经没事了 现在开始 我会会为您的周全 对了 请问您是哪里人 我们好像没有在蒙德城里见过 谢谢 我确实不是蒙德人 我是旅居各地的商人 名叫阿洛瓦 这次来蒙德是想进一批鸣酒 拉去黎月 没想到 嗯 没想到半路遇上了凶猛的魔物 可凶猛了 站起来 有两个我那么高 我被吓得不轻 一路逃到这里 实在是跑不动了 还好 遇到了你和这位 呃 女仆小姐 阿洛瓦先生 没关系 这里离蒙德城已经不远了 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仆 但护送客人到蒙德这点小事还是做得到的 护送我到蒙德 太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还请稍等 既然是往来各地的商人 您的行李和货物在哪里呢 请放心 不管有多少 都可以交给我来搬运 行李 货物 这 啊 对了 对了 我刚才不是遇上魔物了吗 呃 就是那时候给丢路上了 不 不必了吧 那些魔物可凶猛了 有三个我这么高呢 不必担心 前辈是我们蒙德城的荣誉骑士 有他出手的话 无论是怎样的魔物都不在话下 荣誉骑士 你是西 西风骑士团的人 这 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反正就一直闷头跑着 大概就在前面的路口附近吧 等 等一下 哎呀 啊 我突然感觉胸口好痛 没准心 刚刚不好插气了 哎 胸口痛吗 我会扶着您 请您靠着我的手臂 缓缓地 请您尽可能保持放松的状态 呃 这个 那个 前辈 不好意思 我得暂时留在这里看护客人 魔物就交给你了 请务必小心 找出身掌 GIORG 这儿是因为我防准wards 准备 sabes歇探 完成 尖野 我会跟上的 奇怪 好像没有什么大型魔物的痕迹啊 出现了 结果只是几只普通的史莱姆嘛 路上没看到什么货物呀 也许是找错地方了 先回诺埃尔那边看看吧 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不愧是前辈 这一路上有看到阿洛瓦先生的行李吗 还真有魔物啊 我 我不都说了吗 很危险的 那 那你没有哪里受伤吧 这 我是说它跳起来有三个 不 两个我那么高 干 干嘛这样看着我 就算是史莱姆我也打不过嘛 这可怎么办呢 看来这趟我是和蒙德无缘了 真是抱歉 西风骑士团 不行不行 去西风骑士团怎么行 这也 这也太麻烦各位骑士了 不会的 照顾好往来蒙德的客人 是西风骑士团的职责所在 作为女仆 我也要做好接待客人的工作 还是说你有什么不太方便去骑士团的原因吗 没 没有 绝对没有 啊 怎么了吗 嗯 其实我刚才也注意到了 不过既然还没有证据 就不能草率的怀疑别人 既然这位先生在蒙德城的门口寻求帮助 他就是蒙德的客人 那么我就要好好做好职责范围内 的事 嗯 谢谢你的理解 你们 这是在商量什么 现在到底怎么说 啊 抱歉 让你久等了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这就出发去蒙德城吧 哦 是荣誉骑士和诺埃尔 两位是在执行任务吗 后面这位又是 我叫阿洛瓦 一名普通的商人 啊 蒙德欢迎您 陌生又可敬的客人 烦请说明您的身份与目的 西风骑士团将为您的安全提供保障 啊 啊 呃 我是来蒙德敬酒的 打算拉去离院 哦 原来如此 呃 可是怎么不见您的行李货物 哦 与蒙德经常来往的酒商里 好像也没有您的名字 我 我这不是头一回来蒙德吗 以后可不就有了 嘿嘿嘿 嗯 那麻烦您出示一下 黎月总无私开具的相关证件 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 什么 还有这种东西 啊 对了对了 我 我给放在行李里了 行李? 实在抱歉 这位先生刚刚遭遇了魔物的袭击 行李和货物都在那时遗失了 请问 能不能先让他安顿下来 再去骑士团进行登记呢? 根据骑士团指导手册第十条 对于陌生的外国客人应当保持谨慎 但是 骑士团指导手册第二条也有说 不能冒犯了来客吧 这种情况 嗯 骑士团指导手册里好像没说怎么处理 嗯 诺埃尔愿意担保的话确实让人放心 我 我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 和靠什么的 还撑不上 但我会努力的 嗯 那么这位先生在蒙德期间 就拜托二位照顾了 阿鲁瓦先生既然是来敬酒的商人 想必对酒有着商家的品味吧 您是否有意向去我们这儿的招牌酒馆天使的馈赠 小气一会儿呢 这 真 真是热情啊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一个天使的馈赠 这木桶里装的都是蒙德的名酒吧 啊不 进货 我是说进货 久等了 请用酒 这是以蒲公英酒作为酒机的鸡尾酒 我拜托九宝先生额外添加了具有镇定安神效果的嘟嘟帘 您一路旅途劳顿 突然喝太冰的东西对味不好 因此我嘱咐了少兵 希望还喝您的口味 安 安神 这酒是所有来蒙德的人都有份吗 咦 是因为知道我对蒙德的酒业 没 没错 只是感兴趣而已 先 先不谈这个了 这喝完酒才发现肚子空空呢 啊 原来先生您还饿着肚子 啊 这是我的失职 如果早知道这一点的话 在遇见您的时候就应 啊 好 好 我们就去那儿了 嗯 香气不鼻啊 果然 想要推销蒙德的酒 也少不了蒙德的下酒菜 比起酿造工艺 说不定菜谱会好弄到手一点 嗯 嗯 我的意思是蒲公英酒的酿造工艺特殊 难以仿造 我们这些商人才买得放心 不提这个了 我来看看菜单上都有啥 嗯 怎么 需要我帮忙吗 嗯 那就你来说说 是 不知道阿洛瓦先生口味上是 这 都行吧 这家店的烤肉排 用的都是当日新鲜运来的清泉镇猪肉 推荐五分熟 能嚼出天然回甘的肉香 而甜甜花酿鸡也是这里的特色菜品 脾脆肉嫩很适合用来下酒 但如果两道菜都点的话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会不太健康 我会建议搭配一份烤蘑菇披萨和一份满足沙拉 如果您没有意义的话 我就先这样下单了 作为对之前疏忽的赔罪 这一餐就由我来请客 这 需要这么客气吗 简直就像是 请您放心享用 毕竟是招待客人的第一餐 也是最后一餐 当然不能怠慢您了 嗯 慢着 这一顿饭 这是普通的招待吗 咦 还真是最后一餐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是得多吃点 荣光之风 怎么样 作为最后一战 我想为阿洛瓦先生留下足够难忘的纪念 可 可算是到头了吗 等等 什么纪念 来 诺埃尔 这是你要的东西 谢谢你 马乔丽小姐 先生 请收下这份纪念品吧 嘿嘿 谢谢 这木条我会好好珍藏的 诶 慢着 这上面刻着的是 西风骑士团的徽章 西风骑士团女仆诺埃尔 请代表蒙德与西风骑士团欢迎您的到访 你 你不是女仆吗 怎么又成了西风骑士团的人 所以 这份礼物也是 果然是 请告吗 虽然准备匆忙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还是希望能为您的蒙德之旅留下一段深刻的回忆 现在 就请和我一起去西风骑士团吧 登记的手续只需要 不 不用了 我 我突然想起来 行李都丢在哪儿了 那不是刚好可以去西风骑士团登记备案 不 不必了 反正也没什么危险 我自己去找回来就行 诶 可是 不是说有凶猛的魔物吗 为了保护您的安全 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位西风骑士 护送您的行程 虽然比预计的时间早了些 不过 现在就跟我走一趟吧 嗯 前辈要亲自护送吗 唉 倒也确实让人放心 那么 我去和斯万先生汇报下情况 回头 我们就在蒙德城门口碰面吧 阿鲁瓦先生就麻烦你了 是指我的人生吗 是指 方便动手吗 西施大人饶命 饶命啊 我找 我全都找 我只是想要在蒙德彩典调查 看看能不能照着蒲公英的 这些酒 弄点假酒出来卖 没想到 从一开始 就被你们看穿了 那 那我可什么事都还没干呢 我只能算 行骗未遂吧 我应该 罪不至死吧 那 难道 就是因为 没打算给我定罪 还没在城里拆船我 而是 专门挑了这种地方下手 大人啊 什么 我 可以走了 真的 那 那是当然 有女仆小姐还有您在 谁还敢来蒙德啊 明白明白 再见了啊 荣誉骑士大人 你回来了 怎么没有见到阿洛瓦先生 啊 已经 离开了蒙德 为什么这么匆忙 我都还没来得及给那位先生安排住处 引荐酒伤 难不成 是我哪里怠慢了客人 让他对蒙德有了不好的印象 才让他这样不告而别 我居然 连这点小事都没做好吗 图谋不轨 原来是这样 我果然还是不够成熟 关键时候 还是得靠荣誉骑士才能解决问题 唉 这样下去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西风骑士呢 哇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